这个持续放电功率是我目前体验过的最大的了 经常搞户外的玩家应该都知道 大疆Power1000这款户外电源 也一定有人会抱怨一度电不够用 今天咱们试玩体验大疆户外电源 两度电 夹电包 电源 无线连接模块和太阳能板 拆解安排到后期 夹电包的外观非常的简洁 电量 充放电功率显示屏 两组SDC接口 体积和大疆户外电源Power1000基本相同 实测重量33.1斤 容量为2048瓦时 也就是两度电 附件有一条很宽很结实的连接线 配合Power1000最多可以穿接5块加电包 也就是最多可以扩展到11度电 再看一下无线连接模块 背面是SDC接口 插到主机的SDC口 手机安装DJI Home 就可以通过蓝牙或者WiFi连接控制电源 可以远程控制 还可以查看主机和家电包的电量 以及充放电设置 连接了家电包以后的户外电源 Power1000会显示EB-1 主机电量由自身电量 切换为相加后的总电量的百分比 现在电源满电 咱们用电暖器和电热锅测试一下放电功率 接上智能插座开启交流输出 电量统计清零 电暖器二挡 最热 电热锅一个800瓦 一个500瓦 当前输出总功率2411瓦 连接了家电包以后的持续输出功率 由之前的单主机2200瓦提升到了2400瓦 持续放电 家电包上面会显示自身的输出功率 1400多瓦 这里咱们做一个快放 现在半锅水快烧干了 继续加速播放 2400瓦最终放出了2.58度电 0%自动关机 持续放电了1小时10分钟 现在继续满电 咱们实测一下C口 给2万毫安时的充电宝充电 充电功率可以达到138瓦 大概半小时充到96% 总电量下降了2% 剩余98% 然后咱们直接给苹果笔记本电脑充电 充电功率大概70瓦左右 现在笔记本电量从2%充到91% 户外电源的电量从98%下降到了93% 使用了5%的电量 接着给苹果手机充电 电量为0 充电功率14瓦 现在充到95% 电源总电量从93下降到了92% 仅消耗了1% 接下来咱们测试给大家无人机3S充电 准备一条SDC转AR3的快充线 充电功率可以达到116瓦 电池充满以后 仅消耗了2%的电量 非常的牛 电脑 充电宝 手机 无人机 全部充满 仅消耗了10%的电量 连接了一组家电包的电源 现在相当于三只户外电源 确实非常的耐用 来到户外 咱们测试一下东北的冬季 用太阳能板给户外电源的充电效果 这次还准备了一张北局的200瓦 柔性太阳能板 专门存储用的 经常露营的话 建议买另一款possible可折叠的太阳能板 方便携带和运输 这里还需要用到太阳能板 转接模块 可以同时接三张太阳能板 然后连接到主机 充电功率快速上升 直到298瓦 咱们测试一个小时 东北的冬天离太阳比较远 现在充了一个小时 电量从78%涨到了86% 上升了8%的电量 阳光已经被遮挡了 这个冬季太阳能板的充电功率还可以 但是照射时间太短了 最后咱们实测一下 家用交流电的充电速度 充电功率缓慢上升 由之前单主机的充电功率 1200瓦 提升到了1950瓦 充一度电大概35分钟 通过手机APP 可以看到POWER1000主机 和家电包的电量会同时上升 家电包还会显示电量值和输入功率 大概一个半小时全部充满 本期试玩体验就到这里 后期咱们拆解 看看内部的设计和用料